原本生活輕鬆遊閒的希臘人 正面對國家要繼續勒緊複頭 還是退出歐元區的痛苦抉擇 有本港的市場人士說 希臘財政現在都是靠緊縮開支去到支撐 民眾反對都沒有用 必須要面對現實 如果是這樣來說 其實最主要是他要看回 如果沒有緊縮政策來說 其實很難維持到現在希臘的財政狀況 因為本身已經是支不抵債 其實也都市場上有人說 希臘的情況已經是技術上破產 所以變成緊縮情況其實也會維持下去 只不過是可能中間需要更多爭拗 或者妥協讓步 新選出的國會形勢混亂 李宏基說未能判斷希臘是否會退出歐元區 但希臘的離開可能會造成連鎖效應 歐盟都不願意見到這個情況 如果是某一個國家因為這樣的情況 是要脫離的話 難保其他國家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去不斷地脫離 如果是有這樣的複式效應 就會很大機會令到這個貨幣制度崩潰 他又說希臘最終會怎樣 都要視乎左派政黨聯盟 會不會提出一些可以平衡的政策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羅文麗布道 是否會有時間發明的 常使人電視策 通過 開不足 還有 十字幕 有限 七 二 二 二 一 二